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,2019年4月24日4时15分,在西藏临珍市莫托县发生6.3级地震,震远深度10千米。 地震发生后,莫托县城除了有强烈震感外,当地交通、通信以及农路区建筑工地、学校等生产生活没有受影响。 地震发生时的部分监控录像也只捕捉到轻微震感画面。 莫托县、被崩乡、被崩村村民高英介绍,地震发生后,村里有强烈的震感,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、房屋受损等情况,村民的生产生活都很正常。 基本上是没什么影响,就是摇得厉害。 据悉,在地震中,莫托县、被崩乡、米林镇等震感强烈,其邻近的剥密县、茶玉县也有轻微震感。 目前,没有人员伤亡和相关损失报告。 当日清晨,木托县完全小学的师生和往常一样准失到校,孩子们或上课或玩耍,地震对学校教学,学生上课没有造成影响。 另据民航西藏区区消息,林芝市米林机场震感明显,民航方面组织各部门对机场设施设备进行检查。 目前,机场运行正常。 木托县位于西藏东南部地处雅洛藏部江下游,境内主要居住者门巴祖、洛巴祖等,是中国2100多个行政建制县中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。